嗨 大家好 我是明明 阳光自助人 收换小花 今天很荣幸的请到我们的房地产专家李玲小姐 来跟我们讨论这些很有趣的房地产的这些话题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话题呢 就是很多人买房子都会问这个问题 尤其你是新移民 没有身份 没有绿卡 到底可不可以买房子 对 我自己也有很多客户会问到这个 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 在美国买房买车只要有护照 银行里有存款就可以了 而且美国还是非常支持外国人在他们这里投资房产的 所以如果你想在美国买房的话 美国政府还是非常支持外国人在这里投资房产的 作为外国人在这里买房 不管是你的就是你买房的流程也好 还是你每年的地税也好 就是还有就是涉及到就是房产方面的方方面面吧 买房的方方面面 就是你和本土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以一个外国人在美国买房子有什么benefits有什么好处 外国人在美国买房子怎么说呢 没有什么好处 只是一个房产投资吧 就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心这个世界房产 其实美国呢它的房产投资方面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它的政治非常的稳定 然后呢货币也非常的稳定 所以在全球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适合投资的地方 但是呢我想提醒的这些旅游签证在这边买房的这些人呢 如果你想在这边买房一定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有账号 就是如果你在美国不可能有账号的话 那这个账号也要是在香港也是可以的 第二呢就是你买房的房款一定要在这个账户里面 因为你在美国如果看到了自己喜欢的房子 那就要出offer就是等于是出价格出价钱 如果你的价格被卖家接受了的话 你是需要三天之内把这个定金打过来的 而且在美国一般买房的整个流程下来大概是需要30到45天 所以如果你的钱那个时候没有在海外的话 那就这个钱是很难出来的 是就是如果钱没有在外面的话就不要看房子 因为心动就非常难过 对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然后我想提醒的这种 我想提醒一下这些没有绿卡的这些想投资房产的人 就是你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你想卖这个房子的时候还没有绿卡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先不要卖 因为如果你没有美国的绿卡或者是护照的话 在你出售房屋的时候 你是要比别人多出来一个外国人的这个房产收入所得税 就是这个税呢是非常高的 OK 这个对讲到这个东西就是很多房地产经纪人 他们不会跟你讲到这点东西 所以这个又讲到说这个professional跟nonprofessional的房地产经纪人到底差别在哪里 就虽然他们只是为了commission的话就是他帮你买了就好 他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那可是到最后面如果他没有拿就拿不到绿卡 那就就是没办法避免这个东西 对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是旅游签证或者是孩子在这边是学生签证 那你在买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想好就是这个房子不要轻易的卖掉它 你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这样的话对你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出租这个房子也好或者是你自住也好 你的待遇和当地和本地的居民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会不会像是会不会像买股票一样 就是你卖股票有其实有一个period 你马上在买股票的话你就不需要去付那个profit 对于外国人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付这个外国人所得税 OK所以卖就是要付 可是你可以让他就久一点 对就是去租他也好 当然呢你如果说真的解决方案呢也是有的 就比如说1031exchange 但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了 是所以我在这也就不多讲了 OK好今天非常容易请到我们的房地产专家李林小姐 那如果你有些什么这个房地产related questions 我们也请你在我们的网站微信Facebook上面留言 然后或者是直接直接message我们 我们也会帮你放在这个topic里面 让我们来让李林来回答 谢谢大家继续follow我们 让我们带您玩转美国地产 我们跟我们聊天 我们聊天 好 谢谢 感谢观看